市场内漂浮大量死鱼 这里是南韩庆上南道 根据统计 至今已有2600万条养殖鱼类死亡 造成超过560亿含源损失 原因就在于水温太高 记者实际测量为28.2度 与去年相比高了近2度 超过石斑鱼能承受的26度极限 而且糟糕的是 高温现象已经长达一个多月 目前并无有效对策 当地政府提供补助金 但杯水车薪 不足以弥补渔民巨大损失 其他养殖业者也叫苦连天 记者跟着出海 见证海峭都死于高温 原本平均每代可以收获2000多只海峭 现在却所剩无几 受到天气影响 养殖场也承受亏损后果 事实上 拆除和清理养殖场相关工作正在进行 但极端气候持续发威 人类和生物都受不了 再不想方设法应对 恐怕只会再度恶化 赞磊新闻 全片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